好,來,繼續齁 我影片下方的留言我都會看 然後我也會去擷取大家給我的一些建議 那我就是一次全部買回來 那為了避免人家說 你都是用別的廠家的東西 又不是用...所以 全部都是用同一個廠家的東西 如果我哪裡有錯誤的話 我需要做的校正會比較低 因為畢竟是廠商自己出的東西 相容度一定是百分之一百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接下來的測試 也會比較順利一點點 因為我不再像之前用了三家廠牌的東西 組合在一把槍上面 雖然是可以 但是你要花的工會變很多 這支影片沒有人贊助 這全部都是我自己花錢的 大家裡面也是建議說 我是用這種水...這種水滴型的 這樣子對於我的這樣子的一個器量 是一定是夠 因為畢竟槍管並沒有很長 你有銅的、有鋁的 那像它這個的話 它是用普鏽鋼 那普鏽鋼 對於前面的兩種氣鋼的材質來講 它的硬度比它們還要好 也就是說在長期的作動之下 或者是你快速作動之下 它的張力會比較好 也就是說它的硬力會比較好 因為它畢竟是鋼 普鏽鋼 然後這是它們自家的天梯 這是它們自家的天梯 那因為我之前也都是用SHS 它們的天梯 那這是我改用它們的天梯 它們講說 因為我的齒輪的話 它們講的是說 這個逆子器的話 算是消耗頻 那一般來講 都不會用太好的鋼 所以它們是建議說 你可以換這種的 它耐用度會比較高 讓耐用度高一點 沒關係 當然這個是可換可不換 因為這跟主要性能上 我的感覺跟性能上 應該是沒有差別啦 只是讓你的耐用度提高 那金屬拍頭有另外一個好處 是因為我彈簧已經換到140了 我現在的彈簧是140 如果你用塑膠拍頭的話 很容易久了 它前面這個拍頭會碎裂 那它在行徑過程中 它也會有比較多的形變 或其他的問題 所以它建議說 用金屬的 會比較好 跟我建議的是說 不要用那種 所謂的金屬的氣缸頭 是用這種塑料會比較好 改機前我們要先有個對照組 那我們就要做一個基 我們先一個基礎測試 好樣是用這個2200mAh 30C 然後目前的電壓是12.57 好 那我們目前的這個配置 是我們上次的配置 OK 大概是平均起來 大概是126ms 那我們看一下循環 好 循環大致上是落在20fps左右 平均 那我們再看一下 更換上 這一些 我們在數據上會有哪些改變 大概5-6分鐘的時間 我把整個槍體拆開了 所謂的金屬磨耗上面 大概可以知道說 你上次的組裝是不是有問題 我們之前不曾出現過像這樣子的一個 沒有 像這樣子的一個油汙 其實這些都是什麼 你摸 摸起來 這全部是 這些油汙全部是所謂的金屬碎屑 所以你可以看起來 因為現在攝影機可能會發出來 現在攝影機可能會發出來 現場還看到它會這樣閃閃發亮 其實這就是油裡面還有所謂的金屬碎屑 就是我們的這個三尺 跟馬達之間這個結合處 其實它的這個頭的距離 是不太一樣的 這兩個字間的距離不太一樣 所以我要去做 後面的這個緊迫螺絲的一個調整 那我在調整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都是先合到蓋子裡面 我們去合合看的 我們不是直接這樣調 也就是說 我是用看得見的方式去調 但是我那個 我並不是 我是直接塞進去用手這樣微調 所以我們會有調到那種 嘰的聲音 或者是嘎啦啦啦的聲音 的時候我們才把它調回來 但是那個時候 其實你已經上到齒輪 好了要看喔 你看看 金屬魔號了 有沒有 這都已經變銳了 這個邊邊角角 我現在摸起來都會割的 就變成是銳的 就是我當初 我在組裝的時候 我可能就吃這樣子 或者是 整個插到裡面去 或者是我已經逼迫到這樣子 好 也就是說 我當初的位置 並不是最好的位置 是有可能是只有吃這一點點 所以你會發現到 我的金屬邊緣這邊 有沒有 這邊一整排 這邊一整排是亮的 也就是說 我當初的那個扭力尺 我就吃到這樣子而已 我並不是吃到 完完全全吃到吃 也就是說 我只吃這個旁邊的吃 這樣子是不對的 然後 另外這邊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最不希望的事情 會發生 因為之前我已經講過 有那個網友是拿他的線材 來給我做維修的時候 發現到有沒有 這個就是危險了 看到沒有 這就是危險了 當初我這個齒輪的時候 我可能是 往裡面推 我推到 太裡面 就是 這個齒 就是我當初給人家鎖的時候 我鎖太裡面了 變成我這個三尺 去繳到下面這邊 照他講 我應該只有到這邊就可以了 我不會把網裡面鎖太多了 就變這樣子 所以我等一下要稍微檢查一下 我看我這邊的電線有沒有破皮 如果我是這裡 這是我的控制線如果出問題的話 我這邊的感應 這邊我的感應開關 或者是我的射選開關 或者怎樣 都會出現問題 所以我等一下也是要檢查 那另外一個我們要 我們要仔細去看的是 我們這邊是不是也有問題 我這裡也都是出問題了 我這都出問題了 小拍 你看這個 裡面這個膠也都脫掉了 然後看一下我們這一個齒 在它三套齒這樣的循環作用之下 看到嗎 完全沒有任何的 一點點的磨耗齁 這完全沒有磨耗 所以沒有唬人 所以 你 你到底有沒有 順不順 其實從連發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那目前的話 我只能講 我們是這個真的是錯了 好那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把這些東西全部換上去 OK 好那這邊 我基本上做了一點 細微的清潔 盡量保持裡面是乾淨的 我看到有很多人很喜歡把這裡面 因為塗的到處都是油 我是覺得那是錯的 油 只要剛剛好就好了 因為你太多油 反而會卡灰塵 讓你的齒輪更不好 我們油 適當就可以了 只要有達到潤滑效果 另外一個你會發現 我都把這些都清得很乾淨 有沒有一樣 它又恢復我們 當初有沒有 閃閃發亮 好等一下我會再重新上油 那為什麼 包含我這邊 齒輪這邊我也是全部把它清乾淨 全部一樣都把它清乾淨 清乾淨的主要的原因在於說 我們等一下全部重新上完油之後 只要我們下次把它拆開 看到哪裡非常髒 我們就會知道說 啊原來我上次是哪裡做錯 我在針對那裡去做維修 而且我要趕快檢查我這裡的零件 是不是有問題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心得 好 那我們這次要換的呢 有它原本的這個逆子器 我們要換成它的 這個是鋼製的 不過這個我真的沒用過 我真的平常講 這是全新的 我都沒有用過 這種 因為它不是用魚鉤彈簧 所以我第一個 我要先確認的是 這個能夠動 其實這個 所有更換裡面 這個是我最擔心的 我不曉得這個能不能抓 好 它 它一改以往的 這完全長的完全不一樣 跟我們一般的這種 完全長不一樣 可以看一下 兩個在 這兩個在體積上 它厚度上完全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要去考量到的是 我的這個 逆子 就是我上面 因為比較厚了 這個尺 會不會去撞到我上面的三尺 這三尺 這是我也是要去注意的 所以它這樣 畢竟它的厚度有比較厚 那 厚度上 這兩者之間就有所謂的差別 厚度上這兩者之間有差別 然後下一個 我們中間的這個條 部分的話 我們是換成 這兩個 這個的話 我們已經裝過很多次了 所以 難度上應該不會太難 好 好 好 不錯 這個 全鋁製的白頭 然後 一樣 它一樣跟那些廠商都是有相同的問題 有沒有 這些 這是 射出膜的那個 注入點 這一種 花一點時間 我把這邊整理一下 鎖緊就好 會旋轉 沒有卡住 沒有把鎖到死掉 沒有問題 放一點油 放進去之後 拿衛生紙 我會再把它擦一遍 髒東西就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最不想要的 我還剩下句話 你只要把東西清乾淨 下一次它哪裡髒 你就會知道哪裡出問題 這已經是乾淨的 我們可以重新把油打進去 在裡面再抹上一層 現在再抹上一層油 好 這樣子我們抹上這層油 然後我們可以稍微組裝起來 這個噴嘴我還是用之前 因為畢竟它裡面這是 雙O-Ring 這是雙O-Ring 那 感覺比較浪耶 沒關係啦 這 有O-Ring 畢竟就是好 好 再抹一點油 再抹一點油 OK 這金屬噴頭 然後 這放進去 試試看 喔油 你看 聽聲音 聽聲音就知道了 你看 這樣壓不進去 你看 這氣密度完全OK 好 那 這樣的話 我們至少 我們完成整個氣缸 還有這邊的更換 就是我們這次主要更換的 一、二、三、四 我們四個主要的更換鍵 我們現在更換上去 剩下我都把它組裝回去 OK 重啊 我們是這樣放進去的 因為我們有換過這一個氣缸 所以我們還是要檢查一下我們AO-Ring 我們之前一直在強調 AO-Ring 最好的狀況就是 這邊這個角度是 剛好是兩個角度是一樣的 這兩個角度是一樣的 然後 然後這 第一尺不可以撞到 它這邊 天梯的這一尺 然後它往後拉 可以順利銜接 這樣就是對的了 好 那我們AO-Ring 這邊部分 我們這樣完成之後呢 我們把剩下的組裝回去 那這邊我就 不浪費各位的時間 好 來 我們組裝起來 要做試射了 電池一樣是 我們剛才有 12.47 噢 一樣剛剛那一顆 這不影響出速啦 我們看一下單發 好 平均還是落在128左右 並沒有 比較快 好 並沒有比較快 那我們現在再開連發 有 21.3 還是一樣非常穩定 好 那就是這一次我的分享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想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做一個留言 那我們一起來討論 OK